在蓋這個館的同時 我其實就知道我們館營運以後一定很辛苦 因為它離最近的城市高雄市 那個時候差不多有兩小時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高速公路 是要走那個地區道路過來的 非常遠 那要從台北到墾丁 如果是開車子的話 高速公路只有到高雄再往南開 整個下來可能要開到七八個鐘頭 是非常不容易有遊客的 我們那個時候覺得說 好 那我們一邊蓋館 我們一邊就建立讓整個社會 知道我們在蓋這個館的一個過程 然後讓他們對海生館的開幕有期望 然後有一天我們真的開幕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重新再去打市場 所以第一件事我們做的 就是用我們剛剛開始去做調查的老師們 我們就開始做了一個中小學的老師的聯絡網 然後我們每一年的定期大概有兩期的管訊 我們就會寄到各個學校裡面去 全台灣所有的學校裡面 讓他們知道海生館在做了什麼東西 打算要做什麼東西 讓他們以後學生要戶外教學的時候 就知道海生館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們做利用 同時我們也開始一起一起的 一年一年開始辦這個暑期教師的培訓營 因為海生館裡面剛剛講說已經有研究員了 也有直接有養生物的這些人了 我們就把這些專業人員集中起來開課 讓這個老師們來上課 所以海生館就算是還沒有開館 但是我們的知識其實已經透過這些老師 進入了全台灣的各個學校了 第二個我們就跟全台灣所有的水族館聯絡 好像剛剛都很知道 就是我們跟水族業者都聯絡 那水族館至少這些水族愛好者知道說 有一個國家的館在蓋了 那它蓋好了以後 它當然應該就會來了 第三個我們跟台灣所有的潜水協會都聯絡 那這非常有意思 潜水協會一方面 其實那時候潜水的人不是那麼多 但是潜水協會的人 其實是第一線真正看到海底下發生了什麼事情 以及海底下的事情應該是怎麼樣的人 所以他們給我們的很多的資訊 就變成我們後來做設計規劃的時候的一些重要的依據 第四個我們就跟全台灣的所有的旅行社 就透過旅行社工會建立了一個旅遊資訊網 我們也把我們的這個管訊就寄給他們 讓他們知道海生館有什麼東西 哪來什麼時候會有怎麼樣的進度 什麼時候會開幕 讓他們安排 安排遊客的時候就可以考慮 把他們安排到我們這邊來 後來我們甚至拍了一個差不多半個小時的這種簡介 就讓當旅行社要請遊客到海生館來的車程 在開車的路上面 我們就可以讓他來看海生館的簡介 換句話講到他進海生館以後 他對海生館已經有一個初步的了解了 那這些遊客們進來參觀的時候 他就會不需要簡報 他就更能夠掌握他要看的地方的一些特性 那我們也跟全台灣的38個區的漁會 都有建立聯絡網 也都有寄管訊給他們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回想我們剛剛開始的設計你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第一個館開的就是台灣水域館 它一定都是台灣附近的魚 那什麼地方呢 那這些魚也不見得從國際上才買得到 它一定要從什麼 台灣自己漁民這個地方去獲得 所以我們就開始跟他們建立一個聯絡網 再下來我們也做了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們就是做了 從墾丁開始一圈一圈出去的 整個從近的十幾二十公里 三十公里 四十公里 或者到一百公里的 一個醫療機構的聯絡網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在我們建管的時候 車程是一個相當偏遠的地方 我們如果估計一天要有兩萬人來的話 他就有可能有疾病受傷害的這種可能 可是道路那麼偏遠 你出了問題你要去哪裡去找人呢 去找醫生呢 你要是沒有一個聯絡網 你其實臨時去做是有危險的 尤其是對這個 墓里面那名來參觀的這些客人 是不公平的 他們來參觀你 就是對你的信任 你當然要給他 就算是沒有用到 你要給他最好的資源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 從我們旁邊第一圈 譬如十公里 車程箱的衛生所 或者醫生在哪裡 譬如是恆春的 或者是在萬丹的 或者是那個附近 我不太記得了 那邊的醫生在哪裡 然後再遠的就送到高雄 這種大都會的醫療機構 同時我們也跟國外 158個水族館都有交流 所以就整個建立一個聯絡網 所以海生管在幹館之前 他搞不好他做的軟體的建設 其實是遠超過各位現在看到的 硬體建設 或者是這麼成功的遊客的 講了這麼多的一些規劃 還有軟體建設以後 我們還是要知道 這個館到底要蓋一個什麼樣的建築 你仔細看現在大部分的建築 包括大陸 包括台灣 其實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建設 他都只有在看它的外型 那這個海生館你們注意到 從頭到尾我們其實沒有在看它的外型的 可是我們還是要注意它的外型 因為它還是這個館的象徵 那時候我們就請了 國際上很有名的團隊 我們是開了一個國際標 他的建設 他的主設計師其實是EHDD 就是美國蒙特利灣水族館的建築師事務所 那我們對他非常的尊敬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的平易近人 而且是對環境友善 對社區友善的 那個建築師事務所 他叫做Chuck Davis 那時候主要的建築師是Chuck Davis 他們那個建築事務所幫我們設計的 第一版的海洋生物博物館的構造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非常非常珍貴的圖 就是一個以中國城堡 供電為主的水族館 我們當然現在看它覺得 也是有點點突兀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已經看過 海洋生物博物館的造型了 可是也不能覺得它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仔細看 在世界上各個地方主要的博物館 其實都跟它的歷史建築造型是有關的 那在中國蓋一個博物館 它當然是與中國傳統的歷史建築 比如供電是有關的 但是後來我們沒有用它 我們覺得要蓋一個水族館 尤其是研究 尤其是又有環境友善的水族館 就在國家公園裡面的水族館 我們覺得至少我個人覺得 它不應該是這麼突兀的人造的建築物 它應該是更對環境友善 它的線條應該更屬於自然的這種流暢的線條 所以我們就花了很多時間討論 討論到後來呢 我們就變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造型出來了 這是什麼樣的造型 其實造型出來我們討論那麼久 為什麼會有這麼簡單的造型出來呢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大概連著很多人 大概連著討論了差不多兩次 每一次有五天 就是眾說紛紛 有的人覺得應該是蓋在 蓋的像有一個什麼地標型的建築 有的人去蓋了有個像海洋生物形狀的建築 有的人就覺得應該是蓋到要像一個什麼 反正不太記得 各有各就像我講的美術 藝術和美的感官 每個人的意見都不一樣 不過我談到後來我覺得人生最好的方式 還是回歸最簡單的想法 那這個建築物要怎麼樣簡單呢 我就給了它一個定義 然後大家往這個方向想 那個定義因為是跟外國人討論 我就是講說建築物我希望是 the spirit of water 就是水的精神 那水的精神是什麼呢 至少一個方向開始去討論了以後 大家發現這個管是蓋在岸邊的 海岸邊的 那海跟岸碰到了相會的時候 那最簡單的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波浪嘛 對不對 所以它就回到了最簡單的 這是第一稿的設計圖 就大家就開始慢慢聚焦說 我們把它變得很簡單 那這岸邊就應該是波浪 它就把海水桿設計成這個波浪的樣子 然後設計成波浪的樣子當然有三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說 普通的水族管外型如果放好了以後 裡面再放內裝啊 那個構造啊 水族箱啊 它就會受到外型的限制 所以有一些展示的設計是不是那麼方便的 尤其有一些後廠的設計其實都很狹隘的 那我們這個呢 就是我們以裡面的內容 展示內容設計完以後 用一個蓋子把它蓋起來 就是一個波浪把它蓋起來就好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因為這個館啊 我那時候在規劃的時候 我就不打算讓它一次完成 因為我們看到水族館 或者一個大的這個博物館一開幕 它可能會有三年五年的風光 然後它就慢下來了 那你重新要再蓋了 搞不好也沒有地了 搞不好也沒有這個錢了 那我想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館呢 就一期一期的開發 第一期是台灣水旅館 第二期三湖王國館 第三期是世界水旅館 一期一期的開發 就可以讓這個館的壽命延長 如果能夠有十年十五年都很好的話 我想這個館它的知名度一定也建立了 可是如果你一期一期的開發 你第一期的建築和第二期的建築和第三期的建築 要怎麼搭配其實是很困難的 對不對 因為你第一期的建築 要加上第二期的建築 搞不好形狀就變了 可是如果你用坡浪 它就一坡一坡的海浪 就沒有問題 所以這邊其實是有兩個館 叫一個行政中心 可是他們其實是分了兩期出來的 第三個也很好玩 因為海生館的建築是公有預算編列的 雖然它匡了兩億美金 那時候是50億台幣給我 可是它不是政府一定保證給你 它是每一年編列 我可能編列到20億以後 我的錢就沒了 政府就窮了 那那個時候呢 如果我是蓋一個很大很偉大的房子 我蓋了一半另外一半是不是就不要蓋了呢 所以我如果蓋一個一個坡浪的話 我有錢就蓋什麼 大坡浪 沒錢就蓋什麼 小坡浪 連起來還是一連串的坡浪 所以後來我們就挑了這個建築物 那它蓋出來了以後 這是它的模型 這是當時候的模型 講這個模型 所以我給各位講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這個模型其實看起來很小 但是其實非常的大 這個館前後大概有距離 差不多有將近75到80公尺的寬的建築物 然後左右長大概有200多公尺的 非常長的一個建築物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建築物蓋起來的話 它那個量體其實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很怕 尤其它的屋頂那麼大的屋頂 它如果蓋起來的那個材質色調不好的話 它還是很突兀的 那後來我們就挑了這個屋頂 就是一種特別燒的藍色的柚的磚 所以這個磚因為它可以反映一些天光水色 所以你看它的顏色其實不是那麼的凸顯 如果它的光是天光是亮的 它就很亮 天光是暗的它就很暗 如果是有雲的 它的雲還可以反映在這個屋頂上面 所以這個建築它雖然很大 可是它並不是那麼的突兀 它真正建出來的時候就是這種感覺了 你可以看到它那麼大的屋頂 其實跟後面的山色跟前面的海色 跟上的天其實是非常類似的 那它的牆壁有沒有那個牆壁的那個 我們挑的岩石也是跟它的海岸的 這礁原的顏色是非常類似的 所以它雖然是一個非常大的建築 但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環境友善的建築 就在國家公園裡面 我們也覺得它不會變成國家公園突兀的東西 而是它是跟國家公園裡面的自然環境融為一體的 但是更不要忘記它以前其實是墳墓區 它以前其實是違法漁溫區 這個建築物在白天大家看到都是環境友善的 那在晚上它是個什麼樣的相貌呢 那你說晚上反正是黑的 不是不是 那你就不了解建築師的想法 你也不了解手掌的想法 當有一個比較好的建築出現的時候 它通常都會設計它晚上的燈光 那這個燈光普通會打出來 讓這個建築看起來在夜色中間 另有一番金碧輝煌的相貌 那我相信海生館晚上打出來也是很漂亮的 可是在它做燈光的設計的時候 我有一個建議讓大家都臉色很綠 怎麼講呢 我就說 我要海生館所有的燈光 晚上燈光不可以超出這個屋簷以外 換句話說你要打這個建築物的燈光 又不可以超出屋簷以外 你還打什麼光 你所有的光最後打出去就被那屋簷就遮掉了 不然就是瓶射出去了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呢 原因也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其實是在墾丁國家公園的北端 雖然旁邊有車程 可是對一個國家公園來講 它晚上最重要的部分 最美麗的光線絕對不是哪個建築物的光 而是那個自然的天光 你在那邊蓋一個博物館 往上打光打得漂漂亮亮的 它就一定讓那個星光月光都會受到影響 那我們怎麼可能為了要蓋一個自己的工業的館 就是讓幾千年來幾萬年的自然的天光受到傷害 所以我們就把海生館所有的燈光 你看這時候是燈光的一個模擬圖 通通都是在這個屋子裡下的 但是不是特別的時間我們還是不開的 偶爾它會看 偶爾很少的機會它會全部的燈光都開 你看這是海生館很少數全部燈光都開的 所以從海上來看的時候它其實像一個燈籠 因為它很多的那個玻璃 但它的光線是不會超出它的屋頂的 好 這是你看 這是海生館晚上不開燈的時候的感覺 所以你看後面就是龜山 它其實是非常 就是跟旁邊的那個小小的光是一樣的 它那整個的公有建築的光是一點都沒有的 也正因為這個緣故 你看這是晚上的時候車程 就是我們海生館的附近這麼黑 所以它有一個非常有 後來也發展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用途了 就是後來中央大學跟台灣的國家科學委員會 要在南台灣設立這個星空的觀測站 就是它的天文望遠鏡要在南台灣找一個地方放好 那這個望遠這個天文觀測是跟全世界的網路連線的 所以今天晚上搞不好你就可以在這個你們的網站上找到這個 墾丁地區的星空的這個網站 那這個觀測站的這個望遠鏡要擺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在墾丁附近找來找去 結果發現了最黑的地方居然是海洋生物博物館那一塊地區 因為晚上的燈就很小 所以後來海生館的研究中心的屋頂的一部分 我們就留給了天文望遠鏡設立它的星空觀測站 所以有南台灣星空的兩個天文望遠鏡 其實是放在研究中心的屋頂上 就是水族實驗站的屋頂上的 那現在它每一年還在夏天會有辦天文營 那所以我非常喜歡一個感覺 就是海生館在白天就可以讓很多遊客來參觀 那晚上遊客走了 那天文學家和學者或者學生就來了 所以從晚上另一批人來讓這個館開始發揮它的功能 所以我可以講說這是一個館24小時永不止息